梦会成真 梦会成真 1950年5月 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戴山岛 江四章只是一个还没有满14岁的少年 当年正是无视丑滋味的年纪 却因为被强迫拉夫来台 经历了骨肉分离的巨变 三十多年之间 江四章从来没有间断过返乡寻亲的念头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讯息一度中断了许久之后 江四章终于又以家书和家人联络上了 也和家人再次重逢团圆 他的这段返乡路走了三十二年 看故事不如听听现身说法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江四章 伯伯来到我们点灯节目的现场 伯伯您好 伯伯您好 伯伯我们刚刚看到了 你过去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真的很辛苦 想家 好苦 好累 当初您怎么样会来到台湾的呢 国军在1950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 在周三群岛撤退的时候 抓了差不多三万多壮丁到台湾来 我是这个三万多壮丁里边的其中之一 那一年我在距离家 大概有半天入城的中学里边念初一 国军撤退的时候 学校里没有人了 我们同学几个就提了行李回家 半途就碰到抓兵的 起先以为是他们抓的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这个年纪那么小 身高那么矮 连步枪都还 这个高度都还不够 可能是不会被抓 想不到到了中途 人就是被抓了 第一次被抓的时候 我们向那个连长苦苦地哀求 说我们年纪太小了 身高太矮了 结果那个连长倒是同情我们放了 可是到了第二次被抓的时候 怎么样哀求都没有用了 就抓到这个台湾来 连野行军到码头 就换上军服 很大很大的军服上了上船 那母亲跟这个同学的母亲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母亲 他们听到儿子被抓的时候 都赶到那个码头去 可是当时码头是封锁的 其他人不准进去 等我们上了船开走以后 母亲 我们才看到很多很多的母亲 在那里哭 在那里求 其中有我的母亲 所以北北您当时 在船离开码头的时候 您可以从船上遥望 妈妈在这其中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跟妈妈说声再见 是 我知道妈妈在人群中 但是人太多了 没有看不清楚 更没有办法想妈妈说再见 那时候被军方强拉 带到了船上 你看到妈妈在人群当中 你不知道她在哪里 你也说不出再见 那时候你还妹妹 十四岁 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你有办法想象 你的未来是什么吗 一片茫然 无助 无奈 但是离家的心情的 这个难过 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可以形容的 除了想家 除了哭 我也曾经积极地寻找管道 希望跟家人有所联络 曾经联络到 联络过 不是我这一边的努力 是我父亲那边的努力 我父亲托上海的亲戚 上海的亲戚 托香港的亲戚 香港亲戚 托台湾的亲戚 这样辗转辗转 等报 等报找我 叫我赶快跟家里边写信 那个时候 时局还没有那么严峻 他可以跟家里边同行 所以我 跟我父亲通过两次行 所以当时您心里还是抱着一个 这可能只是短暂的分离 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家人放心 你会赶快想办法回去 是不是 很多人到台湾来以后 都认为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可是到了越来越久 人们的这个回家的期待落空 只有在做梦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回家 所以我们特别感到 很被北北这个精神感动 就是您想家的心情 从来没有中断跟这个减弱过 32年您才又跟家里人联络到 当然这里面只是一部分 北北在这32年 企图跟家里在联络上的一些信 那么真的好多都是泛黄了 好有历史记录 当时您怎么样告诉自己说 绝对不要放弃想家的念头 不断地写信 来跟他们设法保持联络 是 你会不会觉得说 自己写信一直都没有回音 一直都没有回音 好傻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跟他们再联络得到 我很幸运的 因为我的坚持 因为我的积极地寻找管道 我终于找到我一个同学的亲戚 是香港到台湾来做生意的人 经过我的恳求 他答应替我转信 从香港转到我家里面去 那么这已经是32年以后 我又跟我家人取得了联系 您还记得这32年后的第一封信 内容是什么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再继续通信 那个时候的两岸的局势 也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大家欣赏度非常谨慎 那是我弟弟替我父亲写的 只告诉说家人情况 问我在台湾好不好 但是其实千言万语 也抵不过在戏里面 自理行间所透露出来 那个亲情的感动跟联系 所以您决定要回家去看看 我们知道当时 您准备要踏上这个 反乡探机的道路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台湾 政府还没有开放 您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呢 这也是个人的意志的坚持 当大家都认为没有办法回家的时候 我始终还在寻求管道 很幸运地我找到了一个 这个帮助我的人 就是香港的一位成老太太 她是到普通山去烧香的时候 认识我妹妹 那么后来她替我们转信 我们平安地收到信 我也拜托她 在香港找到一位 跟我母亲同姓的一个人 认作舅舅 这样我就向台湾申请 到香港去探亲 才能够出境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观光 你要出境的话 一定要用探亲的名义 我用探亲的名义 到香港到澳门这样子回家 那么您到台湾以后 建立了您自己的家庭 您的太太当时 她能够了解您想要返乡的 这样的心情吗 是 我之所以能够回家 见到我父母亲 有很多因素 第一个是我出来的时候 年纪轻 我父母亲年纪也轻 第二个我回去找 所以父母亲都见到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是我太太支持我 鼓励我 所以我才能够回到家里边 见到我的父母亲 因为她那时候还没回去的时候 每天都在做梦 都梦她怎么回家去 那当然了 我为人妻的 当然希望说她能够见到父母 我也希望说 我有一天也能够见到公公婆婆 所以就鼓励她回去 所以她为了要跟您共同携手走这段人生的路 其实您的夫人对您是很支持也很了解的 您是不是也曾经在夜半醒来 有回乡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让夫人了解到说 她要支持您走上回家的路 这个说起来是相当难过的一件事情 当我晚上想家的时候 虽然白天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表示了 但是到深夜的时候就会做梦 空间我怎么样回家 怎么样回家 见到父母亲就嚎啕大哭 但是哭不是回家的时候哭 是在台湾睡觉的时候哭 那么把我太太吵醒 吵醒了以后 她总是把我拉醒 又很疼惜的 又很难过的 又很埋怨的 你看你又想家了 你看你又哭了 这个过程是相当的 这个我永远的记得 而且反反复复在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一直陪伴着您 是 一直到我回家的时候 对 而且您的夫人也看在眼里 更觉得要支持您回家 您还记得那一次您回到家乡 过程是花了多久的时间 刚刚看到爸爸妈妈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哇 这个是更加伤心的 也更加兴奋 我从香港到澳門 然后到了广州 走飞机到了上海 但是到了上海 回我周山群的船已经没有了 然后再坐火车 从上海经过杭州到宁波 就富航用铁路 到了宁波还有坐船 我妹妹来接我 坐船到我第一个岛 我妈妈在妹妹家里面 当我船上快要靠爱的时候 就看见妈妈在这个码头的这个门外面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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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远我就在船上就叫 虽然是经过了三十几年 这是某子年薪 何况有书姓王范照片 照片也看到了 妹妹也讲 妈妈在那里等了 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船一考爱 我是第一个跳上来 跳上去的 他们也让我先跳 那沿途跑 沿途这个怕跪在妈妈前面 就嚎啕大哭 我们宁波话就说 我回来了 妈妈我回来了 妈妈我回来了 那妈妈就是谢谢菩萨 雅雅菩萨雅菩萨 有了好了 有了好了 宁波话就是 回来就好了 谢谢菩萨回来就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 很好的意思 在那么多年之后 终于又回到家里面 看到家人跟他们团聚 那天晚上 林林兴奋得都睡不着 是 好多话要跟他们说 这个 好像三十年的 这个 这个 这有想讲的话子 一下子又把它 这个 而且让我有一个常 常 更让我感动的就是 我回到家以后 除了我的家人以外 还有很多邻居 到我家里面 院子里面满满都是人 即使我中午 强迫被家人要休息 他们也在院子里面等 那些人来干什么 就是同样像我一样 被抓到台湾来的 很多人都来寻找 寻找他们的子弟 丈夫 儿子兄弟 所以伯伯 其实您那次返乡 除了能够一员 您跟家人 在重续天伦 这样子的一个梦想之外 您也看到了好多人 都需要这样的一个 勇气跟帮助 所以您回到台湾以后 就决定要投入 关怀老兵朋友返乡的运动 是 这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他们家人 家里边的人 透过回到台湾以后 去找他 找醒他们的亲人 我也曾经努力地去找 找到以后 他们都有一种这个 想要回家的冲动 想要回家念头 但是没有管到 因为政府 不让他们没有开放的话 他们就不敢回去 而且有些人也没有盘缠回去 所以很多的无奈 因此我才结合党外的 这些人士 推动这个反向台湾运动 当时您这样的举动 可以说是挑战 那个时空的一个威权 您决心一定要这样做的 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只是认为 劳务劳以及人治劳 我可以回去了 我也希望这些相亲能够回去 对 不过我们知道 北北您在推动 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人会误解你 甚至还把你发的传单 拿来包馒头 是不是 是啊 误解的人很多 这个感谢的人也很多 当我们在街头 各地方发传单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谢谢你们 但也有很多人 值得彼此骂 你是共产党 你是台独 你讲的那个包馒头的 那个知识 一张 我写的一张传单 在同乡会的 这个餐具里面 那就去发 那包馒头还是好的 把传单拿去 包馒头 有人还要对出来打 后来认识了这个人 晓得了我的这个行为 的出发点 他马上来向我道歉 向我来赔罪 也有 很多人说你家也回了 也联络到了 信也能够通了 现在你还那么辛苦地 要推动这个运动 所为何来呢 推动这个运动的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租权融合 因为每个人相加的心情 不能够被压抑的 要去疏导的 认同这回土地 不能被排斥的 要大家都要 共同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加速运动也好 这个后续的 这个族群拥护问题也好 我想不但是 本省或者是外省 这种认同的问题 应该是大家每一个人 所有的 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的人 所有的人共同的责任吧 北北您刚才谈到了 尊夫人是苗栗人 媳妇是嘉宜人 他们其实都很支持您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去看看 也支持您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继续推动这个 族群融合的工作 是 谢谢他们的支持 没有他们 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您跟太太间谍情深 她对您要写信 要回家 她都很支持 而您后来决定 要帮助其他的老兵朋友 一起在我们台湾社会 来推动这个返向运动的时候 您也会担心 对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不对 何止担心 非常恐惧 因为那个时候的状况 是非常的 台湾的状况非常严峻的 如果你被扣上 这个 匪帝 匪帝的这个帽子 那个是 层次盘乱条理的二条义 是无疑死刑 死刑还不要紧 下面有淡数 家财 充公 所以 这个我跟我太太 已经私下办好 离婚的手续 如果我万一被扣上这样的一个罪名 至少我家财是他的妻子儿女还可以活得下去 那这个四座用者是另外一个老兵叫何文德 他现在这样子做 我们跟进这样 因为那时候不是很明朗 那时候又是戒严的时候 所以他对这一点 他也是想得蛮周到的 希望说不要牵连到我们母子三个人 因为孩子还小 所以就希望说我们两个能够好像说办离 离婚的那种手续 其实是假的 那为了他的工作 那我只好支持他 就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其实我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您跟您的夫人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救济措施 一个以防万一的准备的时候 心情真的是很沉重的 也要很艰深的情感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共识 您看到了伯伯您终于 弃而不舍可以回到家了 而且真的和其他的老兵伯伯比较起来 伯伯您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长辈健在 您终于能够见到面 可是我们看到台湾社会 有很多其他的老兵伯伯 也许终于能够回到家乡 只是到父母亲的坟前去寄一陪图 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 自己家人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真的很想回家 但是像您刚才谈到了 可能连个盘缠都没有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兵伯伯 他们的景欲 比大家能够想象得到的 更加值得我们关心 是 这是令人很感叹的 大部分的老兵出来的时候 年纪都比我大 而且他们回去比较晚 所以等他们 等政府开放以后 再回去的话 很多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了 妻子已经改嫁了 儿女已经失晒很多这个情形 另外一个情形呢 大陆来台的老兵呢 大部分经济条件很差 所以想赶快回去 有时候没有盘缠 所以我们这个返向运 到了后期啊 我们曾经发一张船单 要求这个补助老兵返向这个旅费 但这个运动也得到了效果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道关怀 真的是可以跨越很多政治啦 或者是生活背景的一个不同 大家共同来帮助老兵伯伯们 这一份返向的一个期待 伯伯现在我们社会上 还有一些老兵伯伯回不了家 可能各式各样的因素 或者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哪里 还有很多其他人 对于老兵伯伯他们 真正的生活经济不是很了解 接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访问 您希望对他们说些什么 回家是人的本性 所以有很多我们大陆来台的老兵 有各种因素 有些呢 很早以前又已经回家去过了 有些呢还是因为种种的困难 比如说家人已经失晒了 比如说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 还没有回去的 我认为想家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我们这块土地生活了那么久 我们已经在这里安身立命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地融入这个社会 这样也许可以速解我们一个 这个想家的这个心情 或者是这个思念 或者是这个诉求 毕竟现在家乡变故乡了嘛 对 谢谢贝贝 谢谢 谢谢 我们点灯节目也会继续来关心 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 各个不同族群的朋友 因为我们的未来是共同开创的 下个星期黄晴文和你相约 我们再来点灯 我本人这个回去那个时候是好像民国七十八年 第一次回家 那第一次回家去的时候见到父亲也是不认识 那父亲见到我也不认识 因为大家都年龄好像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爸爸就三十几岁 那我回去的时候我爸已经是七十块八十了 那当然这个中间的变化很大 那加上我自己本身呢 我出来都十三岁 那回去的时候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 这个从幼年一直到了这个中年 那所以一回去的时候约是非常悲惨 我回家 现在要再回家 我是过两天大概 这个约迪就要回家看一次 也几几乎也是最后一次了 各个的年龄也大了 也不能行动 我也慢慢的也不行了 所以也就是厕所以后就慢慢的坚守 慢慢的坚守 就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如果是三桶的话 我可以回到我的家乡 老爷归根嘛 以上节目由永灵教育慈善基金会 独家赞助播出 永灵基金会 与大家一起 常怀感恩心